大家好,我是奇珠,欢迎和尚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这家RC的8805 我手里这台绿色是有刷的版本 其实我还是蛮推崇入门的 特别是小朋友小伙伴来体验有刷的版本 这个版本其实我觉得要来讲到它的一些特点和特征和大家来做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它比一般我们说这种所谓的沙漠卡或者说越野车的比例来讲 轮胎略大一些 有一点小大脚的味道 同时它后面有背一颗备胎 这个备胎其实对它的行驶特性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弹跳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更重的备胎 它会有更多的晃动 它这样的一个摆的感觉 但是它是有力度有力量的 它这个是一个弹簧减震 没有阻尼 所以说它会有这样子一个震动的效果 我们会讲到什么点 就是它跑起来 在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崎岖的路段上面 因为减震很软 同时后面有一定的配重 你会看到它有一点点这种像这个越野这种短卡 或者沙漠卡这种姿态 它的这样个悠悠悠的感觉 但是呢 因为它没有阻尼 所以很剧烈的震动的时候 它会有多余的弹跳 像这个情况 其次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小板可能也发现了 就是因为它背的这个备胎的高度还是挺高的 不是说这样竖的插在这个里面 或者说把它平的就是放在更低的位置 所以说呢 它在比较快的转向的时候 如果说路面有些多余的跳动啊 有些斜面 它会容易翻车啊 因为我们车的转向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个这样子啊 旋转动作的时候会有一个向外的力 那这个时候啊 你的这个重心越低 它当然越稳 那如果说你高处有一个像备胎这样的零件呢 它就会有这样子啊 比较多的滚动 甚至是翻车的一个情况 那这就结合你自己的一个需要了 如果说你想让它更高速稳定一些啊 可能把备胎拆掉 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同时呢 这个车壳啊 我觉得说还是蛮漂亮的啊 这样子的一款沙马卡的造型啊 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拿到这一个真车啊 原来这个越野车 这个赛车时候改装的这个原版的这个授权啊 比例上面说呢 还是偏Q一点的风格啊 没有说很夸张啊 灯的亮度呢啊不是很高啊 是一个中等的水平啊 可以在耳机上调一下这种啊 闪啊慢闪快闪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车的轮胎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硬比较耐磨的这个设定 特别是搭配了有刷动力之后 很多玩家会担心啊力气太小 是不是不能做一些甩尾啊滑行的动作 那我觉得说在一些啊平整的光滑的路面上还是OK的啊 不是说一定要磁砖地 可能就一般的一些水泥液上面 它其实也能做到一些滑行的动作啊 但是的确动力不是特别大 速度也不快 所以说呢 我觉得说有刷还是蛮适合啊 更加入门的 更加新手的玩家去体验的 那再来讲到这个强度的话题啊 其实这台车无论是有刷还是无刷 在强度上面没有太多的担心 因为这个底盘它本身就已经很轻了 那这个车壳呢 又是这种尼伦防滚架的车壳 其实模仪上来说 它等于说是这台车子的第三个骨架啊 不仅是一个这个装饰的外壳 同时它也形成了一套啊 减震防撞的系统 那这个车子有的玩家去测试啊 有的一些啊 玩家去跑到了很高的楼层跳下去都没事 因为它车子真的很轻啊 在一些冲击的过程中 它又是用了很柔软很有韧性的材质 比方说你用底盘啊 比较软的摆臂去做的 所以说呢 它即便是用的比较大的冲击呢 它也不是那么容易去坏掉啊 这个我觉得说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和特点 再来说这台车子操控性呢 我总体上来评价说 它的操控性能是比较弱的 或者说是比较普通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首先是它有一个啊 相对来说没有阻尼的减震 这个其实对于你在更多的冲击 和高速行驶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啊 颠簸啊翻车的情况 其次呢 比较高中心的备胎啊 让它有一个比较漂亮的 这个尾部的这个动态 同时呢 在高速转向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多余的滚动 和这个高中心的问题 那再来说一下 它搭配的这个摇控器啊 其实可以单手去操控这点 我还觉得不错 然后有三档速度调整呢 对于说新手 对于小朋友去玩呢 也是更加安全和友好 那也是很清晰的啊 能分出三档的速度的区别 那同时呢 也和大家来讲到一个话题啊 其实这个系列呢 都不是说走暴力路线的啊 哪怕无刷版本的速度 也没有说非常暴力 非常猛的感觉 但是呢 反而是因为这样的设定啊 会让这台车子变得更加的啊 简单可靠 经久耐用啊 很多玩家都会来反馈啊 这个车架还是蛮结实的 这个就是它玩起来的一个感受 同时呢 我觉得这个车壳 还是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啊 这样经典的这种沙漠卡的造型 加上稍微大颗一点轮胎啊 它的通过性表现也还不错 因为这个车子 其实悬挂已经被顶得比较高了 前面的这个接近脚也比较的啊 大啊 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越过一些障碍 哪怕是说你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 比它这个悬挂的空间更多啊 你可以冲一下跳一下 你能跳上去啊 这样玩起来呢 还是挺有趣的 那这一台车的改装呢 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建议啊 如果说你非常介意 这个车子的这种避震的感觉呢 可以考虑啊 自己去换一套这个带阻尼的减震器 然后呢 我觉得说把这个备胎啊 其实拆掉之后啊 操控性呢 还有一点点提升的空间啊 这个就是我觉得说这个车子玩家的感受 那从底盘本身的设计上来讲呢 是延续了之前的这个Q130的底盘 只不过呢 在这个易于维修和可靠性上面做了一点小的调整 那大差不差还是一个平台 还是一个底盘啊 这个东西不会有很多经常性的快速的迭代啊 这样子对于老玩家来说就不是很友好了 OK总体上来说呢 这台车子主要的亮点啊 就是外观以及是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可靠 比较轻巧啊 不容易战损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不是一个暴力风格的车子 那同时呢 我觉得说啊 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玩家 担心速度太快太猛不好驾驭的话呢 这台车子呢也是一个可以考量的方向 但是呢 我对它的改装来说呢 就是建议你啊 除了避震以外就没有必要去改了啊 如果说你有这个更高的性能要求呢 我会比较建议你去选择一些更强悍的啊 更加高速的车型 更大尺寸的车型会比较好一点点 OK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再我注意还有更多阿虚文资讯有什么 其实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